记者红素京台北报道 与美人宣传卫视节目 请问你是哪里人 日前于特地上风声无双挑战无台词演出 最终担任婚姻介绍所负责人的她 真实人生中也恰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婚姻 这个角色让她就算没有台词 仍让她游刃有余 与美人还灵机应变 创造不少一针见血的婚姻哲学妙语 连曲孝顺都佩服不已 节目中许孝顺使出暴怒公式 巴掌打斗戏让与美人瞬间溃提 与美人听到巴掌声时 还以为许孝顺真的动手打人 害得她完全不知所措 只说我真的很怕看到这种情况 我都快被吓哭了 许孝顺笑笑的回说 她的逻辑的真太强了 大家都被她牵着鼻子走 害得我只能下猛招 与美人话多到可以主导整个剧情走向 甚至还拿出100对婚姻只有6 25对才能幸福的大数据理论 台词更有如滔滔讲水连绵不绝 例如结婚事写事不是好事 你单身三十几年 你首饰残废了吗 妙语如珠让整场笑声连连 与美人失败婚姻成人生养分 为世中文台提供 与美人失败婚姻成人生养分 为世中文台提供 与美人挑战舞台词演出 为世中文台提供 与美人失败